第49章 强强相撞 是疯子 那个疯子来了 快逃 扑 屏幕上的深灰色战衣 黑色短发青年 冷漠走在街道上 一道金色鱼儿 肆意涂露着一群天才高手 尸体抛飞 鲜血染红了这条寂静的街道 预选战中 罗锋的一幕幕杀戮场景 不断播放着 他就是被无数天才 惊恐称之为疯子的绝世天才 罗锋 一直隐藏实力的他 进入擂胎决战 终于使用出他真正的兵器眼神兵 一路横扫 无可匹敌 野人 我承认我不是你的对手 我不想和你交战 不想战也得战 一道浑厚有力的声音响起 只见那赤 裸着大脚丫 足有一米多高的野人壮汉 瞬间一晃便近身 手中看似轻飘飘的战刀 却仿佛内藏着一座座高山 直接劈开对方的抵抗 将对方直接轰杀致死 野人荣军的一幕幕杀戮场景 也在不断播放 他 就是单单靠气势 就令无数高手 畏惧称之为野人的绝世天才 荣军 从预选到擂台群战 擂台决战 手持一柄战刀 杀死一切目标 至今没有任何人能够挡住他 他们俩 疯子罗锋 野人荣军 在擂台决战第四轮 编号00001号岛屿上 即将进行一场巅峰对决 一个疯子 一个野人 谁更强 是疯子将野人横扫 还是野人将疯子批死 一切敬请期待擂台决战第四轮 他们二人的巅峰对决 一部长达15分钟左右的宣传片 出现在虚拟宇宙公司官网 前无站的首页上 能够弄到预选重视频的 唯有虚拟宇宙公司本身 这宣传片一出来 顿时引起了前无宇宙 无数人的下载 迅速地传遍整个宇宙国 沸腾了 前无宇宙国 无数人去抢购这场战斗的门票 虽然擂台决战第四轮有很多场对决 可真正让人期待的是 其中是49场 这49场中 都是跨入法则门槛的爵士天才 而论气势 疯子罗锋和野人荣军 更是其中佼佼者 他们二人这一战 被安排在00001号岛屿上 门票也是最贵的 可是 想要来购买这一战门票的人 也是最多的 特别是那宣传片 传播开去 疯子和野人的外号 立即传遍亿万星系 这一战令无数人为之期待 时间终于到来 华夏时间2066年7月26号 虚拟宇宙中 为巨斧斗舞场开辟的未免空间中 那编号00001号岛屿上 一场爵士天才的对决 即将开始 对战的双方 分别是疯子罗锋和野人荣军 疯子 野人 罗锋 荣军 整个斗舞场 十亿座位坐无虚席 战斗还没开始 只是斗舞场中央大屏幕上 播放起宣传片 就令无数观众激动地 为自己崇拜的人欢呼 特别是黑龙山帝国 和金剑帝国的观众 更是为自己帝国骄傲而欢呼 同一刻斗舞场的准备厅中 罗锋依旧穿着深灰色战衣 背负着暗金色长棍 出现在准备厅中 这准备厅中只有两个座位 只见一旁的侍者连上来热情道 罗锋先生 请这边休息 等会儿战斗就要开始了 零首点头 罗锋直接走到座位那座下 耳边能够清晰听到 斗舞场那传来的海啸般的欢呼声 呼 一道人影突兀出现 罗锋睁开眼看去 这是一个魁梧的壮汉 依旧是裸着大脚丫 头发乱糟糟的 可是他站在那 却有一种无形的气势 仿佛他就是天地 那股自然携带的霸道 十足的气势 让罗锋眉头微皱 之前看到他 一个是在斗舞场远处摇看 还有是观看视频 没想到面对面 这人气势如此强 气势从一定程度上 就反映了他的性格 生物是有气场的 如果气场变得无比强烈 让人轻易感觉到 那就能够称之为气势 气势很宽泛的一个词 比如地球上普通人中 身材瘦弱的人 遇到一个体格魁梧凶悍的汉匪 能够感觉到对方给自己带来的压力 强大的意志 意志坚定实力强大等等 都会产生气势 如罗锋 现如今的他 在地球上荒野区静修时 自然散发的意志威压 就是在厉害的怪兽 都不敢靠近 荣军先生 请这边休息 等会儿战斗就要开始了 逝者连去迎接 嗯 野人青年直接坐在罗锋对面的位置 二人相对而坐 野人青年一双虎目睁着 仿佛有两道电芒射出 让人不敢对视 而罗锋坐在那却仿佛一座死火山 寂静 冰冷 煞气隐隐 让人不敢轻易触碰 你就是罗锋 疯子罗锋 野人青年声音浑厚有力 闭眼冷漠静坐的罗锋 突然睁开眼看向野人青年 如果有人对照罗锋和金角巨兽 就会发现 罗锋的眼神和金角巨兽 几乎一模一样 冰冷而充满试杀 野人青年心底暗惊 这个疯子煞气重 有事 罗锋开口 是 野人青年点头 双眸盯着罗锋 轮回站 我很有兴趣 九千三百七十四场轮回站 这种高密度的对决 对我的修炼很有用途 我一定会去参加 罗锋眉头微皱 这个野人荣君说 要参加轮回站 什么意思 你要认输 罗锋看着野人青年 不 野人青年盯着罗锋 我从来没有认输的想法 不过 我会先击败你 然后自杀去参加轮回站 击败我 再自杀 罗锋瞳孔一缩 那名额对我没任何难度 野人青年咧嘴 整个人有着一股强烈的战意 我需要的是战斗 一场场战斗 不断磨练我自己 提高我自己 所以 罗锋 希望你别让我失望 别一下子就被我击败 准备听钟 罗锋又闭上眼 冷声道 放心 我会直接击杀你 送你去参加轮回站的 哦 我很期待 野人青年咧嘴一笑 闭眼冷漠作者的罗锋 听到这话 嘴角也露出一丝笑意 就简单几句对话 罗锋 荣军 都对对手有了好感 他们二人骨子里是一种人 绝对自信 不轻易认输 百折不饶的人 战罢 罗锋 荣军 都感到对方 那强烈的战役 以及绝对的信心 罗锋先生 荣军先生 请到通道准备 马上就要进入斗舞场了 逝者连过来 小心翼翼道 嗯 罗锋 野人青年同时站起 二人相视一眼 都感觉到对方眼中 隐金的熊熊战役 随即都直接朝通道走去 斗舞场内坐无虚席 宛如人的海洋 来自上一星系的各种族人们 欢呼声高亢起来 来自黑龙山帝国的疯子罗锋 来自金剑帝国的野人荣军 他们俩正一道走来 解说员是一名男子 声音非常响亮 疯子 疯子 野人 野人 来自上一星系的观众们 欢呼雀跃 无比兴奋 相比于本名 反而这外号 令无数人迅速接受 场内罗锋和荣军 遥遥相对 擂台决战规矩 两位都知道 解说员看向二人 这一战 是决出最终名额的一战 你们俩的胜者 可以得到一个名额 而失败者 就需要打入战败组 进行漫长的轮回战 两位都明白了吧 那现在 战斗 开始 随着一声低含 声音回荡在整个斗舞场 解说员瞬间消失不见 整个斗舞场 十亿观众也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盯着斗舞场上空 放大的后面二人 当听到开始 一直都控制自己的疯子罗锋 和野人荣军 几乎同时爆发出气势 强者平常都是收敛自己气势 就像罗锋和家人生活在一起 怎么可能随便爆发煞气 而像借助强者就算收敛 可一个眼神稍微蕴含点 抑制压力 就会令恒星级对手的灵魂 直接承受不了而崩溃 战斗 就是斗的信念和意志 凭借强大气势 直接压迫的对手心生惊恐 影响到对手 这样当然对自己战斗有利 不管是荣军还是罗锋 之前都没遇到这么强大的对手 所以二人不约而同 都迸发出自己的气势 想要从气势上 直接影响对方的信念 让对方产生害怕畏惧情绪 只有有那么一丝情绪 对方实力恐怕十成只能发挥出六七成 哼 罗锋双眸变得愈加冰冷 一股无形而让人心颤的煞气弥漫开去 蕴含罗锋意志的气势 直接压迫向远处的对手 让人恍惚间感觉 罗锋就仿佛一头冰冷而试杀的绝世凶兽 正盘踞在那俯瞰着对手 哈哈哈哈 野人青年发出痛快的笑声 乱糟糟头发下 一双仿佛神灵的双眸 锁定罗锋 罗锋 战罢 战罢 一股无比强烈的肃杀的气势 直接散发开来 野人青年的强烈战役中 蕴含着他的意志 无比坚定 无可撼动 气势的彼此碰撞 意志的相互触碰 都感觉到对手的强悍 轰 轰 一道道耀眼锋利如剑的金色气流 一道道厚重如山脉的土黄色气流 瞬间分别以罗锋 荣军这两大对手为中心散发开来